黑衣男子走到路邊的計程車 先在門外理論 接著打開後座車門 跟乘客兩人爆發衝突 從車內打到車外 後座乘客隨即大車離開 但是這個時候黑衣男已經受傷 事情就發生在熱鬧的西門町街頭 當時被害人負傷 是趕緊前往捷運戰略求救 而時間往回推 兩人的衝突就發生 在機動派出所旁 二十二號深夜十一點多 一名三十歲的丁姓男子 在臺北市西門町 準備要搭計程車 碰巧跟剛剛走出捷運站 十六歲的無姓少年對盜眼 丁姓男子認為自己被凳 出言反擊 少年則是上前開車門理論 結果他拿美工刀刺傷少年的腹部 隨即就交計程車司機開車離開 事後少年走進一旁的捷運站求救 熱心民眾幫忙打電話報警 警交趕到之後將少年送醫 幸好沒有大礙 丁嫌辯稱當時與女友吵架後 遇自行搭車前往飯店 無辜被無難毆打才遲刀反抗 全案訊號依殺人未遂 傷害罪移送偵辦 案發四小時之後 警方在大同區一間飯店 逮到丁姓嫌犯 他公稱自己是跟女友吵架 心情不好才會發生衝突 又因為少年挑釁 還企圖闖進車內毆打 他才會動手 不過這一刀害得別人受傷 自己恐怕也得面對刑責 得不償失 TVBS新聞李國正 翁佩與黃凱欣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